看到有朋友的社群發現說 有一次中間津水嵐 報告海夾中山細養 是外國進化水道 旁邊還有軍藍別的解荷 說不定有過理 鄉就說國軍有漲壓 留意認為是應該要對話 細養 才是分析 中間津水嵐出重風的可能性 是比較大 不過也沒有拜託 只是對美鳳是紅信息 中間津水嵐看到出現 在海夾中山 衣製瓦劍下水嵐 青棺台海情勢緊張 有陪亡的虛妍十八 早上去領小群的時候 所發現一隻 沾南埠在台海中山附近的海峽 趕快協助 請離開 沾南旁邊還有中國的軍藍的解荷 就會對中國風向 在塞 我們看到應該是還好 潛水嵐是比較少 他們的 軍事船是比較多 我們有用相關的請監證的手段 已經有所掌握 不過詳細的監證的手段 我想不宜在這裡透露 郭立平說 郭君有折騰 中國沾南的動態 是對一隻沾南 是不方便對我來說明 但是我跟憲法說 應該是控救出現的 蝦沾南 可以載十二粒 股農機 尖嚐大度火鍋 威脅蝦克的好平 運動 面對中國大陸的步步進逼 好像看不到什麼像樣的反制措施 核子動力潛艦 在台灣海峽被看見 本身這個位置就代表這艘潛艦 是不是出了什麼差錯 中國沾南最近幾年 是很多次讓看到撲出水面 包括日空一九年七月 出現在馬祖的冬陰外海 同年九月出現在南海 日空一年十一月在台海出現 今年七月也讓看到出現在背後 這次沾南等時間撲起來 學家因為說這是真不適合 可能就是水底下的地形改變 迫使他採取浮航 以避開水下障礙物 也可能是要趁機 向美國就是嗆聲 也就展現他的核武肌肉 學家分析 中國沾南有可能 五種出狀況只好撲起來 也沒有拜託是政治操作 故意讓沾南出現在台海中山 跟美國在嗆聲 電軍事金肉 記者綜合報導